版橋靈安宮八將 源自於蒙甲洪福宮 在民國63年成立八將團後 民國69年又在移到靈安宮 八將是由引陸統子及八位將軍組成 為青山靈安尊王駕前 引陸統子為白鶴化身 投胎警官身批戰甲 手持一壺爐 是引領將軍與尊王的明燈 第一班引陸統子為粉臉 第二班乃至於現在的第三班 則改以鳥臉呈現 在民國105年的時候 靈安尊王繞進 引陸統子第一次漲價 體態輕盈 動作優美 幾天過後 紅燈新公主便於睡夢中聽見 一個弧亮的聲音引出 白鶴化身為童子 頭戴警官身代價 手持葫蘆是明燈 引領將軍為先鋒 鋒暢瀑連雲 火車搭發 親孤寶貢 熟悉主便於全民 城市民